纳玛阿弥陀佛 总是讲这些肯定不可信 但是他自己未必说来骗你 他就是缺乏一个正直正见 像这样情况是两种 一个就是身体有毛病 第二就是心理不健康 身体毛病就是阴气比较重 会见这些那些人家见不到 他能感受到的 如果身体阳气比较甚的话 这些你自然感受不到 像如果身体好的人 稍微一点凉风 他都无所谓 根本感受不到 如果像林黛玉这样 身体特别弱 稍微一点凉风 又马上感觉到了 这个阴形的众生 阴气很重的 那你身体不好 跟他频道就比较相应 这不代表什么修行 也不代表你多么厉害 这有病了 要去看病去 那么心理不健康呢 就会幻听幻觉 加上知见也不正确 总是呢 见到一些感应一些 梦到什么东西 这个身心两方面呢 互相影响 有时候是身体不健康 引起了心理不健康 那么心理不健康呢 又引起身体的毛病 再加上没佛法的政治正见 这个很难走出 他那种神叨叨的那种 不管出家人还在家人 建立政治正见啊 都一样的 那么都是以佛法 所谓身心因果 老是念佛 不要讲这些神神叨叨的事 那么一个凡夫嘛 对吧 就是说 比如我们身体生到病了 我们发高烧了 是的 我们觉得很热 或者我们 这个得滤脊了 我们觉得很冷 那我们的感受呢 是这样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病态 不要拿出个别人说 哎呀 我这是热 那是热 而且以为这个 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这个就是事实啊 是因为病了 你才梦这些 见这些 说这些 这就像那个这个 梦话 胡话 酒话 醉话 他自以为是 旁边听到 知道他这个神叨叨的 不清醒 所以这个是很可悲的 那么要怎么清醒过来呢 净土宗来讲 就是技法两种身性 就是一向专念 南无阿弥陀佛 知道自己罪恶甚至凡夫 比别人病更重 业障更重 老是见这些 这个没根据的 心里的乱象 就显示在 进梦中 所有这一切 就是见件事 给你说准了 给你梦准了 也毫无意义 三界本来就是一场大梦 梦中说梦说得准 又是什么呢 把这个当做一回事 很显然心没有在 这个道法当中 只不过呢 初见如果成为这样 就会让人家轻见 所以你一个法师 初家人怎么老是 讲这些神叨叨的 在家一般像 这种情况 就是在家妇女 这个情绪比较重 就在家来讲 就属于巫婆神汉 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职业 初家法师 人天是饭呢 要引导众生 回归菩提大道 建立正直正见 正解正行 你讲这些东西 你多失身份呢 丢了身价呀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